後面膠蓋沒理由加工啦 始終有蜥蜴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fe 回來打這個虛無凍弧的35層吧 盡量一天來看看可以打到多少 用一些比較慢用的陣 我覺得可以一開始就... 用這幾個陣衝上它的...陣法吧 對啦 當然一開始就要儲器很重要啦 如果以35層來說 我覺得暫時還沒需要的 那就...用一些...騎蟲吧 或者想儲器的東西 因為有隻山羊土補血 其實也不會太麻煩的 對啦 再有多隻鏡子的精靈啦 這樣就可以開波啦 那就不儲了 直接開波啦 有火的...色液 用火的色液也好 OK 那...可以開始啦 對啦 OK 開始 不知道大家是否到了50層才會有難關呢 其實就...我覺得... 正常的 如果你說一開始玩的時候 對啦 水屬性的技能沒有犯什麼 好 那就防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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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是很難的 現在來說 嘩 防禦了那麼多 好血啦 難怪 好啦 三十多的關卡 好血OK Good 好呀 再補 好 對啦 那不用操心啦 說真的啦 現在儲定一邊打一邊儲就方便一點啦 說真的啦 一下應該KO到吧 KO不到也沒辦法 KO不到就... 收頭啦 對啦 KO不到 好 收頭 OK 我都可以收頭 搞定啦 那有個重要的隊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成功的關鍵啦 哈哈 好 那火色葉78呢 非常之厲害 其實我也想用一隻火色葉 說真的火色葉是非常好用啦 大家看到我一出就可以回氣啊 這樣那些 那這次就帶回一隻風啦 火...水飛其實就回到差不多氣啦 嘩 不行啊 金關有老虎 有老虎的時候就不要吵啦 對啦 那麼... 帶回一隻雞 其實不用帶雞 帶隻狗 大隻狗 那可以幫牠儲儲氣嘛 有隻狗在這裡 對不對 OK 那可能會有暢通無阻的 對啦 對啦 如果大家選到哪個門會回血啊 又或者有些有利的... 一些... 增益啊 補益啊 那些那些呢 那就記得繼續選擇啦 對啦 通常那些位置都會成功的 對啦 可能會搶通無阻啊 這樣啦 那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秒到的 對啦 對啦 哇... 糟了... 金技 哇... 很煩喔... 真的很煩喔... 這樣... 好啦... 好... 麻煩... 麻煩... OK 那就不死了 沒問題啦 對啦 嘩... 那隻狗也很強勁 那就死了啦 那不就應該一開始就用這招的 那因為... 太省的關係啦 那不就沒辦法啦 省得太... 嗯... 那隻狗還有很多血啊 那就應該先用不到那招啦 對啦 那招超級無敵 大法啦 那... 現在來到這一關 還是繼續保持打啦 保持著已經可以了 好 那三十多層來講 應該不是難度啦 做加無力的 又是老虎 喂... 這次有很多老虎啊 真的... 大家要小心啊 好煩喔 真是... 那... 羊... 補血啦 對啦 飛龍... 可以防的 暈一暈它 對啦 希望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OK 那應該可以完美收頭吧 我加這麼多次攻 對啦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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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 哈哈哈... OK 我覺得算是這樣啦 好啦... 機部 震作... 嘩... 震作... 嘩... 全體進攻 很珠死的 那... 嘩... 呃... 現在到我三十七層 其實就用隻羊做回一個... 先用隻羊做回一個...什麼... 對啦 先用隻羊做回一個...沒有血的狀態 對啦 其實很重要的 其實... 順便就... 順便儲多一隻飛龍啦 對啦 然後就帶... 其實飛龍帶... 儲多地的好一點 對啦 剛剛說到... 對啦 儲多地的好一點啦 那... 開始啦 對啦 帶多一隻... 怪啦 對啦 帶多一隻小怪啦 那... 嗯... 帶這隻啦 對啦 地色翼 那好友一定要帶的 隨便帶一隻... 不厲害的就可以了 對啦 部落啊 那一定要帶的 好 繼續選關 先做了一隻無血羊尖啊 那因為有網友跟我說 他說原來這隻羊無血呢 你放在後備位置 他都會... 每回到... 呃... 放無敵的 那我就想知道... 其實... 應該也是的啦 說得是吧 沒理由騙我 不好意思的嘛 也不會無緣無故騙我啊 那... 看看... 隻羊能不能扣到... 喂... 扣我血啊... 善良啊 不要善良啊 我不想你這麼善良啊 扣我血啊 扣得這麼慢啊 不防可以嗎 好啦 扣扣扣... 喂... 不要死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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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可以了 好像死得了 喂...喂...喂... 不行 如果這樣的話... 我唯有用多一隻 用多一隻... 頂得住意的 但又不是... 又不需要用的 對了 那就可以開始了 但一定要選好友 因為要換隻羊出外 呃... 嘩... 全部好友都很厲害 因為要換隻羊出去... 即是你打到沒血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換回後備 不然他就不斷地回血了 對不對 對嗎 好...那... 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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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好...好...好... 打完了... 又回回... 真是麻煩 做這個動作是很麻煩的 我覺得... 好啦...那... 下一關應該會不斷地 瘋狂的老虎的啦 好啦...那... 繼續啦 防...養他... 對啦... 來了啦... 防...都會中招的嘛... 你看...你看... 喂... 死了... 好... 喂... 扣我一半... 扣到一半... 對啦...一半... OK... 好啦...但又不要死... 喂...這件事...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很難的... 對我來說... 嘩...這關... 幸好有老虎... 順便... 打完這關... 看看能不能打到啦... 對啦... 應該都不行啦... 可以殺一隻... 嘩...非常之好啊... 吃肉... 嘩...這隻很厲害啊... 嘩...反擊... 好啦...混亂... 會不會打... 現在... 好... 來了來了... 嘩... 嘩... 噢... 噢... 差不多啦... 欸... 可以啦... 可以啦... 快點完啦... 我不想再... 對啦...OK啦... 就這樣做好了... 好... 嘗試一下啦... 這個... 羊呢... 放在後臂... 接著呢... 就放了自己想放出來的寵物... 那狗狗一定要放啦... 用來收頭轉用啦... 機報啦... 接著就是一隻... 嗯... 還有什麼可以用呢... 水飛啦... 接著還有一些... 嗯... 全體攻擊的技能... 都蠻好的... 對啦... 哦...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放人龍啦... 極速輸出啦... 不是啦... 是星星喔... 對啦...可以開波啦... 那...朋友來說...應該不用選擇啦... 對啦... OK... 正式開始啦... 做好所有事前準備啦... 對啦... 的確可以這樣做... 而且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看到... 神經病啊... 這樣就完美啦... 這樣就完美輕鬆破關啦... 神經病... 嘩... 復活?! 幸好我有收頭狗的... 對啦... 收頭狗做事... 耶... 非常好... 好...完成... 這個陣子來說... 我覺得... 應該都相對輕鬆的... 這樣做的... 是啦... 那... 一直打上去... 其實應該... 不會太難的... 有隻羊在這裡... 那...因為... 我這次也是第一次用啦... 按下... 按下... 這個階段... 已經開始用這一招啦... 那...其實是... 極速衝上去的...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應該可以極速衝上去... 因為我之前... 其實... 有陣子... 有些關卡... 可能... 都不是打得很順利的時候... 我就會... 呃... 放棄出回去... 然後... 再... reset過啦... 這樣打過啦... 但是... 現在有這個方法... 我覺得方便很多... 對啦... 嘩... 這次有點麻煩啦... 希望比... 一隻... 吐龍啦... 不然也蠻難搞的... 那... 用了... 那個處理一擊啦... 就算他開了這個... 保護之歌... 我都可以爆到... 他真的開了... 那... 搞錯... 對啦... 那麼低呢... 已經開始有保護之歌... 是不是玩了啦... 好... 搞錯... 一下子撥破... 對啦... 這樣就離開了啦... 雖然... 話雖如此... 但是... 他等級不算太高... 有保護之歌... 也是一下子撥破... 那... 收頭狗... 開攻啦... 對啦...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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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 保護之歌啊... 對啦... 保護之歌啊... 很麻煩啦... 而且...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我就直接開機部啦... 對啦... 水飛龍可以不開... 也不夠快... 對啦... 機部... 首先... 放機部... 先暈了他才有機會... 接著就放機啦... 狗都未必放機... 那... 加攻必要啦... 對嗎? 對... 狗不如都放了機啦... 免得翻啦... 對啦... 那... 他放保護之歌... 我暈都暈不到啦... 好... 就直接... 對啦... 對啦... 一定會爆的... 那... 我... 還要是... 直接爆了... 為什麼沒有反擊... 他怎麼會反擊啊... 但... 看不到他反擊... 那... 既然他們這麼防得呢... 那我就... 啊... 其實不用啦... 就這樣啦... 試一下... 用機部就瞄了啦... 對啦... 那機部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如果你說... 山羊配搭機部... 基本上是無敵的啦... 第一個回合一定不會被暈啦... 對吧? 然後又不會被石化... 就是各項啊... 不會中一些狀態效果啊... 但是你又可以... 開技喔... 開完技之後... 第二個回合... 立刻就會開... 就會輸出的啦... 基本上呢... 是... 呃... 不會說... 不會說... 不會說那麼難啦... 立刻容易了... 即時給你... 我的感覺是... 沒錯啦... 好啦... 那... 這樣... 開完技之後... 留一隻機部不是問題的... 如果機部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才再出幾個... 即是... 如果這一關... 你打到有問題... 才再出啦... 留一留吧... 不然都可以... 當然... 不留也可以... 對啦... 好啦... 收頭成功啦... 嘩...其實不用開啦... 對啦... 又收頭啦... 那一隻狗... 一隻星星... 加一隻飛龍... 其實都蠻足夠的... 當然啦... 我現在有隻山羊... 他都不斷幫我開無敵啦... 挺爽的啦... 對不對... 再來啦... 首先... 真的要很感謝那位網友先啦... 那位網友跟我說完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也不用放前面的... 放在後面也可以的... 這樣我才會放在後面啦... 其實是方便很多的... 直接是這樣喪衝啦... 已經是... 隻山羊玩玩玩... 自己已經沒有血啦... 可以看到... 好啦... 應該都可以解決啦... 長期都是放這三招啦... 保證第一回合完啦... 對了... OK...全部只差一點點... 對了... 那... 狗仔做事... 那應該就完成啦... 對了...完成啦... 我覺得這個陣陣非常好用啦... 當然... 平民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平民的... 這些角色全部都可以在遊戲中獲得到的... 那你說機部來說... 其實就... 除了山羊... 對了... 但是山羊其實都可以用那個士來換的啦... 還有你玩夠十四天... 其實就可以... 呃... 玩夠十四天... 其實就可以選擇啦... 對了... 如果說是剛剛開始的朋友... 好了... 那麼... 很多朋友說... 哦... 究竟我要換什麼重... 換什麼重呢... 其實... 傳說來說... 就不用想太多的... 因為老實說... 傳說... 他每隻都是厲害的啦... 那你說推圖的一定是山羊的啦... PVP的話一定是... 發佬空類的啦... 但是你說... 這些是否最頂端呢... 其實又不可以這麼說... 唷... 他未必是最頂端的... 這... 我說過那兩隻... 對了... 但是山羊... 你說... 是否最頂端呢... 大家現在又有眼可以看到的嘛... 是... 很方便地幫我上去的... 其實我今天想著... 暫時上去... 五十... 四先啦... 對啦... 因為... 意外應該有些技術關卡... 是... 用不到這招復活的... 對啦... 那就麻煩啦... 他會... 被動技是無法使用的嘛... 他會禁掉被動技的嘛... 有些技術關卡嘛... 即是... 都是這樣玩的啦... 其實就很輕鬆啦... 因為知道了... 如果我原來可以這樣啦... 對啦... 比我之前更加容易... 因為我之前是放了一隻羊出來啦... 對啦... 非常... 非常好用啊... 在這個虛無動員... 完全是... 沒有難度... 對啦... 當然啦... 如果沒有的朋友怎麼辦呢... 沒有的朋友其實也不難打的... 你看到我... 可能我一開始打了一個無敵... 好... 好像很好看的... 其實呢... 實質的用處不是說... 暫時是說不大的... 因為我一開始已經打了技能清掉了... 罩子是不會幫我加敏的... 那... 你看到我一開始... 我基本上... 打了技能已經殺到的時候... 對面已經打不到過來的... 對啦... 所以罩子其實就不是說... 真是很大作用的... 現在對我來說... 對啦... 除非一開始打了... 對面不斷強攻過來啦... 對啦... 那就... 真是說... 對啦... 這一下就真的中了啦... 那你說... 呃... 沒有這個罩子的時候... 就扣了血啦... 但是有啦... 對啦... OK... 可能有些人還沒打到技能... 那我建議大家真的... 極速開了招四技能... 對啦... 那不是啦...沒有人煩的... 因為... 灑完最強... 也是這招... 復活的啦... 後面交給我... 這樣的招式啦... OK... 技術關卡二度啦... 45層... 無法使用秘魯技能... 唉... 糟糕... 對了... 但是... 咦...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無法使用秘魯技能大招發動... 那可能我看得不清楚啦... 對了... 一定是技術全開的啦... 好... 加攻... 其實真的很方便啦... 去到技術關卡也算方便... OK... 對了... 非常好... 完全是無難度... 我覺得真的用了外掛... 那就糟糕了... 哈哈... 因為之前... 有時候... 是會卡的... 不多不少都會卡的... 那...為什麼呢? 始終有時候... 你死了一隻... 你又不是那麼想死... 你就有選心... 全都過了的時候... 你就會... 真的... 重新來過啦... 對不對? 但是現在完全不需要啦... 換了這隻地出來用都可以啦... 現在... 那隻猩猩... 其實換不到其他東西啦... 呃... 對了... 那隻猩猩都用回猩猩啦... OK... 那就開始啦... 那既然地和水都可以使用的時候... 那就用地啦... 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的... 來到這個... 來到這一刻... 對了... 好...開門... 芝麻開門... OK... 輕鬆地... 破關啊... 嘩...不是啊... 用水好像比較好啊... 但不管了... 對了... 反正都是這樣打而已... 反正... 全部怪都過不了第二回合... 對了... 嘩... 無殺... 完全沒有... 沒有事... 完全沒有事... 還要有反擊... 對了... 非常爽快... 這就是爽快... 哈哈哈... 好...繼續啦... 這樣就... 過完46之後繼續啦... 去到... 47的啦... 47... 先看看... 後面交給我啦... 又... 加攻啦... 有隻蜥蜴嘛... 始終... 對了... 可以開始啦... 其實... 其實... 幾乎都不用用攻擊... 現在... 幾乎純粹是... 不夠打光... 不代開的... 叫做結論... 可以頂住的... 好... 應該是... 死的... 如無意外... 這樣... 噢... 不用了... 幾乎已經打掉了... 都已經不用了... 好... 好... OK的... 到了這一關... 其實... 用水也是有好處的... 我非常輕鬆啊... 好... 那就繼續啦... 嘩... 今天沒試過暢通無阻... 因為... 之前經常都會暢通無阻... 嘩... 煩啦... 一定要加攻啦... 接著就... 開收頭啦... 對啦... 好... 看看如何... 原無意外... 都不會特別煩的... 這一關... 如果他不用地球一周的時候... 對啦... 真的... 用地球一周... 糟糕啦... 那就麻煩啦... 其實也不麻煩的... 我還有一個方法的... 那就可以開罩給自己的... 那就完全無事啦... 對嗎? 好... 他回來了... 喂... 2HIT... 那中了之後... 就... 重新來過啦... 哈哈... 沒辦法啦... 這個意外... 真的發生意外啦... 對了... 其實... 猩猩換一隻加剛的... 都OK的... 不一定要用猩猩... 對了... 那便直接去啦... 對了... 希望再用這隻加強的猩猩來說應該會更好一點吧 這遊戲其實不是像... 類似猩猩吧 是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發生的... �chet... 為甚麼... 對... 這些也有攻擊高很多 vídeos 但是還要被新加頭獵... 對... 還有比賽可... 然後... 對了 防武士吧 這麼勇猛 死吧! 搞定了! 我沒想到原來的罩是頂不順的 因為那個罩其實是說... 會有兩次的擋格 再來...這次打火狗 好! 直接開始吧! 這裡是多少層呢? 我已經打到不太記得 已經打了多少層 好! 直接開技吧! 收頭狗就繼續吧 加攻啦...這些必然的了 這個輸出應該蠻誇張的 這個輸出 對了! 差一點點 OK! 對了對了! OK! 好! 原來來到49層 原來來到 再來吧! 其實這隻... 這隻... 看回名字 真的經常都忘記了 這隻霍克坤 這隻霍克坤其實很有用 為什麼這麼有用呢? 其實是可以幫我推走一些怪物的 等一下 對了 這個技術關卡又是怎樣呢? 先看看吧 無法使用主動技能地屬性 對了...沒有問題的 後面仍然是交給我的 對了 哈哈 那全部都不用管了 開技術關卡已經完成了 對嗎? 好! 開始吧 其實推都不用推 機部應該不用放技 不過算了 放了它 以免有什麼意外發生 對了 很煩的嘛 你知道 真的... 這個可能不變回 寶塞的吉... 不...魔吉...魔吉 嘩...挑戰冷凍 完全沒效 一開波 對了 他真的殺不死 其實應該用地的 我用了水飛狼 那沒辦法啦 對了 自己沒有留意關卡 可以說什麼 但是也能過到啦 OK 咦? 因為你打得太多的時候 你還會喪禁的啦 還不會留意關卡 而且基本上你... 你是這麼輕鬆 即是...他一直打開無敵罩的時候 就變得相當輕鬆啦 你不就完全不想啦 對吧? 對了 這次地的應該用風飛龍的 但我沒有風飛龍 但是有一個無敵罩在這裡 我就不想啦 還是這樣進去吧 如果真的卡的時候 再轉回風飛龍 對了 OK 去啦去啦去啦 那他真的完全沒有試過 完全是零這個... 完全是零唱通無阻啊 很久沒試過啊 之前經常都... 即是他可以開到的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有唱... 完全沒有唱通無阻啊 基本上打十五層 有三四個唱通無阻啊 之前 現在是零唱通無阻啊 對啦 好啦...那差不多了 還是這麼多地瓜啊 好 機部啊 又發揮他的主要功效 暈了兩隻啊 其實不差啊 對啦 周囚啊可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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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死了 基本都不用出招了 OK 對了 五十一層 完成 還有...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即是還有三層 其實用地飛龍有優勢的 看看... 嘩...全部要封飛龍啊 啊...糟糕啊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先做一隻風飛龍吧 對了 反正還是有時間 先做一隻風飛龍 先... 風飛龍... 在這裡 接著就... 做其他想要有... 儲到氣效果的角色啦 那星星其實都要儲回 對了...直接啦 嗯... 好吧 直接可以開始啊 這樣 好 來敗讓我儲氣吧 嘩...這關看來也挺誇張的 真的挺誇張的 兩隻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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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隻雷龍 神秘的世界 對了... 喂...打人好啊 喂... 靠鬼界 失敗 OK... 這個純粹是儲氣啦 大家都知道這遊戲可以儲氣的了 好... 這個關卡是可以用風和地 所以我選擇風了 對啦...因為一會兒都要用風了 好...那就... 加攻啦 然後就是... 狗啦 然後... 其實... 狗... 用了啦 對啦 羊一定要帶啦 沒有血羊啊 這就是 還有肌部啦 對啦 那這次... 還有... 猩猩... 猩猩... 其實... 暫時沒有血啊 不能帶啊 直接去啦 對啦 那還有什麼可以幫幫拖呢 好有帶猩猩也好啊 忘記帶訓練師 哈哈... 好...那就開始啦 好...應該不大問題吧 對啦 對啦 都可以開到兩招大的 對啦 可以開光了 開光了啦 不要說太多了 對啦 嘩... 推就推啦 直接打 試試打不打中間 對啦 我一旦有雷龍 我就覺得很麻煩 因為雷龍那些... 防是極高的 其實不想理他 對啦 推走他啦 推不走中毒 也好 扁扁的是... 無敵招 非常好用 對啦 其實狗真的很好用 看到是可以減到防 對啦 對啦 火打水 現在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叫我帶風 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嘩...壓制大鑊 不是死不去的嘛 嘩...真的死不去 嘩...體驗力也死不去 嘩...都差點 嘩...燒死了 這樣也幸運 對啦 這裡...全體進攻 對啦 嘩...你看看 真的...超高防 所以我說不想看到雷龍的原因 就是這樣 又會補血啊 又有個補血罩 幸好我消熟了他 對啦...加攻啦 對啦 最慘的是我怕他一踩就踩下來 他一踩下來我還有呢 扣了血 對啦 別受傷 哎...真好煩啊 應該死了 嘩...真的踩... 哦...幸好你踩這隻 非常好 我就是想你踩這隻... 踩這隻... 崑塔嗎? 忘記了崑塔什麼 太難記了...真的...燒死了 這隻肌布非常好用 一直這樣燒 對啦...打這個虛無同消 我也覺得是非常好用的 當然很多人說 啊...我還沒有肌布 其實紅布也做到這個效果的 但是...他的攻擊好而已 對啦...紅布也是燒的嘛 對啦... 那...這一關... 哎...我看看出現之送 不是又被他滑的啦 水多啊 真的...滑到... 這些... 用地其實會好一點的 那...但這隻地好像... 夠不夠呢? 夠不夠氣放呢? 又要看看啦 對了... 先進去... 對了... 波回血啊...麻煩你 喂... 觸法陷阱 OK... 喂...大鑊... 減掉血了...喂... 好啦...開始啦 嘩... 其實... 風和地真是可以的 喂... 沒得加攻啦... 大鑊... 對了... 那也不怕啦... 直接推走他 對了... 減攻... 然後... 暈吧... 對了... 那就可以開始啦 嘩...好煩啊... 好... 加了一點點攻的 減掉Boss房啦 那希望下一回合可以做多東西啦 對了...下一回合希望能秒得完啦 那下一回合可以加攻 其實按道理是秒得完的 對了... 現在我可以加攻... 還有這個... 噴影之後 那... 全部都攻擊啦 對了... 嘩...壓制大鑊...大鑊... 大鑊... 嘩... 嘩... 可以啦... 他石化了一隻機部可以不用... 不用說啦 直接重新離開 真的沒辦法 對了... 因為... 剛剛看到C出協已經是靠機部的了 我不管啦...用風了 哈哈... 好了...那就開始啦 好友都沒用啦 因為太貪方便啦 直接去... 入關那些... 各項啊... 對了... 後面排隊有無敵啦 那... 一開始推走他 對了... 接著就... 減防 接著就... 對了... 一擊必殺 接著壓制 對了... 推得走的 那就收頭狗去減防 應該殺到吧 減了防之後 還是不行 對了... 但是殺了兩隻暴龍 最大的威脅已經搞定了 那就死掉了 那隻BOSS 加上攻啦 對了... 呃... 放啦... 對了... 都不想浪費時間了 不如直接放技吧 對了... 他有保滿血... 喂! 怎麼搞的... 咦... 但是可以叫笨蛋 抗踩的嗎?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對了... 因為不是看得很清楚啊 但是... 這隻基本... 都沒了血 喂! 糟糕!還有一隻... 對了! 剛剛忘記了推走一隻 糟糕了 但也不是很怕的 呃... 直接來吧 巨大的腳板 嘩! 糟糕了! 嘩!他踩死了... 那隻最愛啊 接受傷了 減防吧 不減啊!很麻煩啊 我也說過雷龍是極麻煩的 你看到 嘩!不行啊 先開一開罩 嘩! 嘩!這次踩飛龍 但是不痛啊 這隻飛龍 嘩!很麻煩啊 真是極度麻煩啊 對了 其實還是要用技能 喂! 喂! 他100%開的 嘩!用技能 都...依時無寶的樣子 真的 咬多一下死了 對了 那就糟了 下一... 呃...下一層應該都開不了技能 對了 還要沒有了一隻加弓 這不是問題 其實可以帶回一隻猩猩 補回他的位置 其實差不多 好!去到54層了 大猩猩也是沒什麼技的 那我就決定做一做一些技能 那這一關有什麼是主要呢 其實...殺了兩隻雞 殺了兩隻雞... 殺了兩隻雞... 殺了兩隻水暴 他比較重要 其實可以帶一隻地飛龍 那...風飛龍 先儲一下技能 呃... 還有什麼呢 狗在那裡 那...星星儲一下儲一下 對了 那...基本上都沒什麼好... 沒什麼需要再儲了吧 對了 那如果有空的時候 就儲一下這個土龍 對了 那就可以直接開始了 好! 儲一下技了 先看看 都是無暢通無阻 我覺得很可憐 為什麼無暢通無阻 一開始雞應該會飛過來 就殺了一隻角色 咦...不是啊 猜錯了 他一直打我一些怪 麻煩打人 麻煩打你 嘩...激死了 嘩...激死了 真的不打人 完全不理會那個人 神經病 那再來一次 始終想吵氣 就先達到目的 對 好 來了 打個人 投下你 好 那...看看會不會打人 我極度... 祈求啊 你打個人 喂 打個人 麻煩打人 人 喂 打個角色好不好 這樣很不行啊 又要重新來過 對了 好 再來 沒辦法 用好友來頂一頂 真的要 好友用... 生羊來頂 還要 好 那...換了一隻最重要的東西 他先呢 其實最重要兩隻都重要的 不過星星就... 好頂點吧 對了 那就換了一隻飛龍 對了 還是不肯打人 啊 為什麼這麼慢點呢 啊 終於打人了 我想吵氣而已 你也不讓我吵 OK 那就吵氣成功啦 下一個回合吧 好 那 54層 看看暴龍 暴龍是需要地飛打的 用地飛 星星放在中間 星星放在中間 對啦 回來吧 OK 那開波到機部要開技了 機部 羊呢 放在這裡 這樣可以直接開始欠人物 還有寵物 好有寵物 好有寵物 其實就... 這一關有風啊 唉 用星星啊 對啦 替我加工非常好 因為我那隻已經死了 來到這裡 其實打到這 54層都差不多了 死也沒問題了 對啦 因為今天是第一天而已 其實不是說... 有時間要玩的 對啦 開加工吧 對啦 這樣星星... 呃... 嘗試暈不暈到暈不到 也沒辦法 其實... 還是先用一隻狗 好隻狗減防 接著開技 接著再打下去 對啦 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加工吧 接著狗做減一隻雷龍的攻擊 飛龍開一擊必殺 對啦 殺了一隻水暴 接著強力一擊 壓制暈到暈不到 暈不到 對啦 暈不到下一彎 真的下彎也很大 真的 那再殺了一隻雞 完全沒有問題啦 待會 好...這樣就下一彎來水暴 水暴要來的啦 水暴的壓制應該... 試試開罩 頭皮重壓 嘩... 暈倒?! 他還不成功 還不成功 如果是這樣就噴多次 然後可以技能 希望他... 死掉吧 可以 壓制也應該死的 不過... 他連壓制也沒有死掉 OK 那... 54也完成了啦 其實就... 呃... 如果用這個方法 直衝上去也不算... 其實是很方便的 我覺得 暫時還是... 那當然啦 都用得不... 都用了不少的時間啦 但是這個方法是很方便啦 來到這一層我覺得... 呃... 如果有刪完這個方法呢 打55層應該都容易的 不過... 今天就是這樣啦 先打54層 那這個技巧 希望幫到大家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記得按LIKE 如果想要回石器時代 最新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就謝謝大家觀看啦 就這樣啦 拜拜 拜拜